销委会分析了超过55个月的国际原油 和本地柴油零售价的变动 认为无证据显示 油公司之间有协调价格 但销委会就发现 扣除税项和即时入油的折扣 柴油零售价和国际油价每公升计 平均差距由08年7月前的3元 一度跳升近6元 之后才回落 销委会认为 油公司应该考虑 用实质的数据向公众解释 并没有利用市场价格波动 来获取利润 而外国也有石油产品 出现寡头垄断 希望由公司能够增加透明度 并透过竞争法监管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郑汉成报道